Hello,大家好,我是欣宜 很多人呢,比较好奇 我哥这个货车改房车啊 电路是怎么改的 今天呢,我就告诉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呢,先到 他的车里去看一看 把门 哎,进来了 他这个车呢 所有的电路系统啊 都来自于 1000瓦的电小二 户外电源 上面呢,这个是充电接口 下面呢,是点烟器和USB的 输出口 这呢,有一个 220V1000瓦的输出口 现在呢,让我哥给大家讲一下 他这个 房车的电呢,是怎么设计的 哥呀 你来呀,你给大家讲一下 你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呀 我都比较好奇 哥,你把电小二放在这块 那电二怎么充电的呀 看没看,这个充电线 电二啊,是可以接在 车载的电烟器上 所以说我把那个充电器线加长了 一直走到我车的驾驶室 上面接一个插牌 你在底下用的时候都不方便吗 这个插牌呢,还带USB的 比较方便充电 看,这个是开管控制它 烟它 这个电就来了 就是把它从底下给它引到上面 这么回事 对方便多了 对 那这个车里的灯也是用的它吗 车不是,灯不是 灯用的是这个点烟器 这个点烟器呢,也引出了几个线 到这个空盖上面 这个呢,是个水泵 哦,听到了 现在还没加水 因为这边冷嘛 这个呢,是灯 灯带 对,都是在这个点烟器这顶上出来的 你这个暖风机是插在220伏上了吗 没有 这个暖风机也是12伏的 我也给它接到这个点烟器上了 你这一个点烟器接口 又接水泵 又接灯 又接暖风的 这能行吗 能行,这个电小二是1000瓦的户外的 够用 你说,其实这个挺好的 但是啊,我觉得这个充电太单一了 你再有两块太阳能板 我觉得更好 它这一个电小二啊 让它用的还挺不错 这个一开呢 看 这里就亮了 可以充手机充电 这个一开呢,就是水泵 这块呢,就出水了 但是现在里面没有水啊 这个一开呢 哎呀,灯就亮了 用它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咱们户外用电的时候 拿下来就走 比较方便 对,也是哈 如果说我按电池加密便器的情况下 你户外用电的情况下 还不能拿着 只能在车里用 哥呀,我觉得你这个灯啊 也不是特别的亮 你应该 再加点灯,还能加吗 能加,没问题 我准备等这次走完回去之后 把中间都给它加上灯 亮汤呢 打开,看一看 这暖风机怎么用,热不热火 这就开了,一会儿它就吃热了 我还有个洋空气 洋空气没带走 来疯了 你说你这上面 哥,这么大的地方 正好 放两块太阳能板吗 对呀 也是预算有点高 我就没按 因为太多人比较好奇 我哥这个车的电呢 是怎么来的 今天我正好给大家录一些 慢慢太冷了 我该回房车里了 好暖,可以进房车